Butomas Ambulatus的俗名包括花灯芯草和草灯芯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并不是该物种的唯一通用名称 不同地区或语言中可能还会使用其他名称 此外,该物种也可以用其学名Butomas Ambulatus或其科名Butomas来指射 后者是Butomas家族中唯一的属 Butomas Ambulatus原产于欧亚大陆 它可以在英国当地找到 例如卡尔迪科特和温特罗格水瓶 而在原产国之一以色列 由于栖息地丧失 它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 然而,它现在是五大湖地区和太平洋西北部部分地区的严重入侵杂草 以作为观赏植物引入北美 它的名字来自希腊语Boss 意思是牛或母牛等 在某些地区,丁香被认为是一种入侵杂草 因为它能够迅速传播并在资源如阳光 阳分和水方面超越本地物种 它还可以形成致密的垫子 破坏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 此外,一旦它建立起来,就很难控制和根除 因为它的根筋可以在地下存活很长时间 对散行丘生存的一些威胁包括 1. 入侵物种 在某些地区 例如五大湖地区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部分地区 Butomas Ambulatus是一种入侵物种 它可以在资源竞争中击败本地物种并破坏生态系统 2. 栖息地丧失 在其原产国,以色列 Butomas Ambulatus因栖息地丧失而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 Butomas Ambulatus这个名字的起源来自希腊文Boss和Tone Boss的意思是牛或牛 Tone的意思是切割 这个名字指的是植物的剑状叶子 类似于斧头或剑的刀片 该植物的特征是它是一种根筋 五毛的多年生水生植物 叶子成剑状